一大早咖啡学员陆续到城中市民活动中心报道 上了几个礼拜的课程之后 最后一堂节夜市和往年都不一样 特地以手冲咖啡检定进行 学员们五个人一组分别上台现场手冲咖啡 而老师、议员学姐以及系纸区长还有里长 则是担任评审老师为大家验收成果 但是别出心裁的是 这短短的五堂课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次 我们来做一次这四堂课五堂课这样的成果展 这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我们学员他是很紧张的 今天超开心的我们上了这个课程 那因为今天的课程是我们一个成果的发表 那大家看到大家非常的踊跃 那对咖啡的认知更上一层楼 我自己也觉得好开心 五人一组轮流上台 从装滤子到冲泡包括整个流程、姿势 还有最后冲出来的咖啡都列为评分标准 在老师面前泡咖啡 学员们似乎都好紧张 少数平常心老神在在 不只学员新体验 评审也多数是第一次当感觉都很新鲜 不过用心热忱都满分 从来没有冲过所冲的咖啡 经过这五个礼拜的学习以后 体会到说所冲的咖啡的香醇 心情我们就以平常的心来看待就好了 不用太过于紧张 应该是还可以啦 那等一下就看评审的结果 感谢周一元来这边 活动中心这边办手冲咖啡课 那给你们享受了泡咖啡的那个漏趣 来这边当评审的话 我们是凭着说这样在试喝的情形下 感觉到还是有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泡的那个手感 泡出来的那个咖啡真的还是有不一样 一个类似同仁切磋检定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学员们都很开心 那也把这五个礼拜他的一个成果把它展现出来 那当然那个我们也希望说那个学员离开之后 那其实可以把咖啡当作是一个兴趣 其实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同学对于咖啡这样子的一个冲泡的一个热忱 而且跟她的用心那雅玲在课堂当中也是跟她们分享说 请她们不用担心 咖啡的冲泡的好坏是在于自己的心情 但你今天心情好的情况之下呢 我相信那杯咖啡冲出来的就是会特别香甜 喝过每位学员的咖啡后 细细评分现场也选出了六位颁发成绩优良奖 当天结业大家收获满 这层慧玲细织指财富报道